字幕君 随著徐瑞芝和金正賢的對話紀錄曝光 徐瑞芝的人品也引發網友們議論 今日一名自稱是和徐瑞芝共識過的工作人員Amo 在平台上寫下常溫 文章內指出徐瑞芝完全不管他人的感受 自顧自的在車上抽煙 髒話也常常掛在嘴邊 甚至會命令不管自己去哪 工作人員都要好好跟著 心情不好時自己不吃飯就算了 竟然還要求工作人員也不能吃 誇張心境一羅框 據了解徐瑞芝還曾經在拍攝前一天 緊抓著Amo聊天 讓他最後只能睡一小時 結果隔天忍不住睡意 就被徐瑞芝罵 後來為了醒腦 所以吃了糖果 結果又被他罵說你算老幾 竟然敢在我工作時吃糖果 完全不把工作人員當人看的行為 讓網友相當傻眼 而Amo也表示 因為徐瑞芝的個性太差 所以每當拍完一個作品後 就會換一個經紀人 爆料文的最後Amo也附上了 當時和徐瑞芝共識的腳本 以及徐瑞芝的親筆簽名 來提升這篇爆料文的可信度